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它说一个定量的氧气在10升的容器里面 在定容的条件下 然后自20度C加热到80度C 然后接下来维持80度C 又把容积增大 并测量它的压力变化 它要问这个变化路径应该是怎样 好 那先看这个文字的部分呢 我知道它做两个操作 第一个操作是在定容下升温 然后第二个操作是在维持温度 然后把容积增大 那它要问我这两个操作 它要把它用成图形来表示 那它的压力跟体积的变化 应该是哪一张图可以表示这件事情 好 所以呢 我就把它的操作给它写下来 首先因为是理想气体 所以我会先把PP等容RT写出来 它第一个操作是在定量下 然后是常数不用管它 然后在定容的状况下 它把温度从20度C变成80度C 所以是一个升温的状态 所以当这些参数是固定的时候 温度升高 P跟T是成正比的 所以P的量也会增加 所以呢 在定容的状况下 V是不动的 P的数值是慢慢变大的 所以符合这个条件的选项也只有 B选项跟C选项 因为B选项这边就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压力逐渐增加 但是体积没有变的状况 这个也是压力逐渐增加 体积并没有增加 好 这两个都符合第一个操作 那它又做了第二个操作 第二个操作是 维持温度是固定的 同样的 P等到T先写出来 一样是定量的气体 是定值 但是它现在维持在80度C 所以温度固定 温度固定的状况下 它把容积体积变大 所以体积变大 它的压力就会下降 因为这两个成线反比的关系 所以比较符合的也只有B选项 因为你看这个哦 它的体积是逐渐上升的 可是它的压力却是下降的 所以符合的只有B选项 因此这题的答案就选B